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铭铭,我们接着来讲古地图之谜 上次我们就说到了皮雷雷斯的地图,让很多史前文明的推崇者如何至宝 关于这幅地图,他们最推崇的有两点 一个是皮雷斯地图对于南北州海岸线的描述有了一定的准确性 再一个,他们认为皮雷斯的地图描绘了南极洲 那么实际上呢,皮雷斯地图只是残余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对于南美洲大陆来说,它只画了一半的海岸线 通过我们这个图中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 即使是对于南美洲一半的海岸线的描述 它也只对了不到一半的部分 那么红线呢,是我们现在所清楚的南美洲的轮廓线 那么首先可以看到,在皮雷雷斯地图中 它只是在南美洲右上侧的部分,大体轮廓是正确的 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在上级我们讲过 皮雷雷斯地图里边对亚马逊河的描述是不对的 蓝线是皮雷雷斯所描述的南美洲的河流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大的河流 和红线所显示的亚马逊河的正确位置 有着很大的偏差 另外呢,皮雷雷斯他把南美洲大陆和很多人认为的南极洲大陆连在了一起 那么如果认为和南美洲海岸线连在一起的这片土地就是南极洲的话 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因为在皮雷雷斯时期,南极大陆还没有被探索到 那还有一些人呢,认为在皮雷雷斯地图上所描绘的这块被认作是南极洲的大陆上 可以看到莫德皇后之地和南极洲的其他特征清晰可变 不过反驳者认为 包括汉考课在内的这些史前文明的推崇者 他们对于皮雷雷斯地图的解释 只是参照了之前查尔斯哈普古德的说法 并没有真正的以地图学的专业角度进行仔细的考证 那么关于南美洲大陆和南极洲大陆连在一起 有一些推崇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史前文明时期 南极洲和南美洲是连在一起的 但这种说法呢,又和他们所提出的 找到南极洲莫德皇后之地和南极洲其他特征有所矛盾 因为如果皮雷雷斯地图上所描绘的南极洲的海岸线是莫德皇后之地的话 那么南极洲和南美洲相连的地方 应该是在皮雷雷斯连接点向南2500英里的地方 当然也会有人说,那有可能是史前文明的时候 南极洲和南美洲按照皮雷雷斯所描绘的这样连在一起 后来呢,发生了地桥运动 断裂,然后南极洲漂流到了现在的地方 但是地桥运动和板块漂移,这不是随便讲故事 它必须有基于地质地理学的科学推理 再加上地质采样来加以论证,这才能够成立 简单的凭着主观的想象而给出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而且呢,反驳者提出 只需要仔细地检查地图的这个部分 即使不是专业的制图师 也能意识到,这代表的不过是南美洲大陆的尽头 这是通过当时可用的手段,实现的近似表示 真正对地图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地图通常都会描绘一个叫做 南方大陆的假想大陆 这个想法的存在呢,它并不是基于任何的测量或者是直接的观察 而是基于北半球大陆应该和南半球的陆地平衡的想法 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陆地的重量一定要平衡 否则的话,地球就会翻掉 这个想法的源头,还是来自于托勒密时代 而这个想法呢,也被写到了古文献里 保存在亚历山大图书馆 那么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候欧洲的人 他更多的是想要复兴和继承古罗马古希腊的知识 他们更多的是在消化学习,而不是进行创新和探索 因此呢,在地图绘制上,他们也有继承了之前传下来的 关于南方大陆的这种想法 那么很明显,皮里雷斯也受到了这种影响 另外还有一点,皮里雷斯制作这幅地图的目的 并不是单纯的为航海提供指引 这幅地图更是一个政治工具 它是为了证明奥斯曼帝国也是世界的主宰 它是海洋的主人 那么正是因为它是政治工具 所以就不难解释,它在紫武县的两侧放置了一些土地 这被商定为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范围之间的边界 也可以作为相应权利要求拥有权的借口 那么皮里雷斯呢,经常在他的笔记里提到葡萄牙地图 接着说明,他在制作这幅地图的时候 很有可能参照了大量葡萄牙人的地图 那葡萄牙人当然希望巴西南部的海岸 能够向右急剧地搬去到非洲 这就可以让更多的海岸线 位于按照1494年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所规定的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那么为了识别皮里雷斯地图底部所描绘的连接处 我们可以尝试把南北州的地图逆时针的旋转90度 但我们要知道,在皮里雷斯绘制地图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精确的测量仪器 所以制图师一般是会根据早期的旅行技术 来绘制新发现的海岸地图 这些技术呢,一般泛指所谓的海角、岛屿、河口、海湾 这些探险者的描述 那么因为地图里将要包含很多 并没有经过正确计算的信息和地理数据 所以相互之间的相对关系并不一定是正确 那么这幅图呢,就是现在南北州地图旋转90度的样子 我们和皮里雷斯的地图相比较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皮里雷斯的地图里 的确识别出了南北州的一些重要特征 比如深马迪亚斯湾和阿尔勒斯半岛 那么尽管变形了 但是皮里雷斯它也绘制出了南北州阶级底端的那些岛屿 甚至呢,在麦哲冷海峡入口处附近的那个其他的小海湾 在皮里雷斯地图上也有显现 但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 右下边缘,也就是连接的南极洲 我们就可以看到,皮里雷斯在那里画了一条蛇 那么在皮里雷斯的相应注释里他写道 这片土地无人居住 一切都是废墟 据说在这里发现了大蛇 因此,葡萄牙异教徒并没有登陆这些海岸 也有人说,这里非常热 那很显然这样的描述根本不适合南极洲 那么靠近地图底部呢 皮里雷斯还画了一个群岛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岛屿 那么在这些岛屿中间 他写了注释 这些注释的意思呢 是说这些岛屿荒无人烟 但这里的春天很长 他指的很有可能就是 爆发阿根廷和英国之间战争的福克兰群岛 不过这也给很多推崇皮里雷斯地图的人 一个新的理由 因为按照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说法 那就是福克兰群岛是在1592年才被发现的 但这时的情况是 历史学家们发现在1522年绘制的海图上 就已能够在同一位置看到一组岛屿了 后来呢 历史学家又在1507年的地图上 也发现了50度线外的一组岛屿 虽然没有正式的记录 但这很有可能是在1500年的第一个时间期间 有一些航海者 在南美洲的东南端 沿岸航行 他们看到了一个群岛 所以呢 就进行了报告 后来又被绘制到了地图里 而这些地图呢 很有可能在皮里雷斯绘制地图的时候 进行了参考 16世纪呢 在亚美利哥的航行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探险队 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航线 在进行了努力 不过直到1520年 才有麦哲伦实现了突破 但是我们不难想象 在16世纪的这前20年里 有很多的探险队 沿着剩下的南美洲的海岸线航行 直到位于北纬54座海峡 这是为什么麦哲伦 他会认为 那里有可能存在着 一条从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通道 所以才会进行努力 最终呢 通过了海峡 进入太平洋 这就合理解释了 为什么1513年 匹里雷斯所绘制的地图 只有南美洲海岸线 东侧的部分 因为这是欧洲的航行者 正在努力探索的部分 但因为这个时候 还没有突破麦哲伦海峡 所以到了最南端 匹里雷斯并没有足够的参考数据 来进行绘制 所以他就继承了 托洛密时代的南方大陆的想法 在南端绘制了南方大陆 关于南美洲的海岸线 一直连接南方大陆这种想法 在麦哲伦没有突破到太平洋之前 是非常普及的 我们可以从1519年的这幅地图 就可以看到 当时欧洲对于整个世界地形的主流看法 这里面我们就会清楚的看到 南美洲也是连接到南方大陆的 而南方大陆一直延伸 连接到亚洲 而更为重要的是 这幅地图里就显示出了 南美大陆要平衡的这种概念 而在那个时候的人 还认为地球是陆地之上 所以把海洋绘制成了 是被陆地包裹的内湖 那么讲了这么多 关于匹里雷斯地图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唯一比较清楚的结论 就是匹里雷斯的地图 它并不是匹里雷斯自己的独创 而是借鉴了很多其他的地图 这些地图有的是来自于古地图 有的是来自于欧洲其他国家 航海者所绘制的地图 那么匹里雷斯的地图上 代表的是当时欧洲 关于世界地理的一些普遍的想法 但是不是这样的结论 就可以彻底否定 了解地球全貌的史前文明 曾经存在的说法了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还需要去看另外几幅 同样让人迷惑不解的古地图